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一次我连我的照相机的平衡价也没带 镜头也许取得并不是完美 但是如果能够把不同的经验带给你 绝对也是一件好事 那就跟我去波士顿看看吧 到波士顿的第一个晚上 就看到了波士顿红袜队 战纽约洋鸡队的棒球比赛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讲到波士顿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波士顿龙虾吧 以前住在四面环海的台湾 要吃上限调的活海鲜 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现在住在美国的中北部 那就是比登天还难了 于是我迫不及待的 就先买了一个热的清蒸龙虾 另外也买了一个冷的龙虾沙拉卷 龙虾的虾肉厚实多汁 而且很弹牙 新鲜度 无话可说 波士顿是个超美丽的城市 在每天的散步期间 我都可以很轻易地在许多角落 看到这大城市的迷人风采 而路边的咖啡座 更是我休憩的好地方 轻松地享受一个快乐的下午茶时间 也成了我生活快乐的全员之一 今天我也巧遇了两位热爱围棋的美国朋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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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you heard Nihau before? I studied Chinese for 8 years You did? So did you hear us talking? I do try and pry just okay That's close So what else can you say?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很好 That's very awesome So you must have a Chinese name? Yuanhan Yuanhan Okay, Zhang Okay, that's good 很高兴认识你 Thank you Do you know the name of the game in Chinese? Weiqie Weiqie 对了,Weiqie Wow, this is amazing Thank you so much Yeah, nice to meet you Yeah, nice to meet you too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看到两位外国朋友的悠游自在 让我不禁想到 人是不是有时候 也该停下繁忙的脚步 看看四周美丽的人事物呢 来到博士顿 你必定要去 新英格兰水族馆 它拥有贯穿四层楼的全透明水族空间 在漫步的过程中 你可以在各个角度 欣赏巨型的海龟 小鲨鱼等多种鱼类 虽然它不是一个超大型的水族馆 但是它的物种并不输给其他的水族馆 教育性质还很高 也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这里充电 甚至连大人都看得超开心的呢 波士顿 并且地跨查尔斯河和密西地河的河口 它少了纽约的喧嚣 和高楼如云的压抑感 却多了一份迷人的文化和典雅的气息 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波士顿的原因 因为它不禁让我想到跟台北很多相似的地方 它有繁华的都市 但在市中心里 很多地方都可以走得到 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 轻易地就增加了生活的精彩度 还有吃不完的美食 当然波士顿靠海 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之一 这个下午来到了富兰克林公园动物园 还以为自己走错地方回到了亚洲呢 园内的许多装饰都非常的重视 而且我也看到了十二生肖的大型灯笼装饰 看来亚洲的华人文化和传统已经潜移默化地 在影响西方人的生活了 富兰克林公园动物园 它于1912年开园 它占地有72英亩 是200多种 约1000多只可爱动物园的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波士顿 你必定会去参观全美最古老的城市公园 它建立于1634年的波士顿花园 Boston Common 除了这个全美最古老的城市公园之外 身为美国文化起源的波士顿 它拥有许多历史最悠久的事物 就像我们之前所分享的龙虾 你可知道你可以在全美最老的餐厅 Union Oyster House 吃龙虾 大联盟最老的棒球场 Fenway Park 最早的市立图书馆 Boston Public Library 当然还有全美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 哈佛大学 而喜欢逛街 看人 看热闹 买东西的人 那就绝对不能错过昆西市场 但是 看热闹 你就立刻在地上 不可以 但准备 不可以 被人的 被人吆过 打扬 准备 空闹 打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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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让你站起来 打扬 当你站起来 打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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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3,2,1 来吧 美食之际 如果还能花些时间 来研究波士顿 悠久的历史和人文背景 就更能体会 这座城市的内涵和深度 波士顿是英格兰老城 在波士顿里 关于美国脱离英国 这一段独立历史的遗址 到处都是 一般人如果第一次 来到波士顿的话 最长走的就是自由之路 Freedom Trail 这条是在50年代设计的路线 全长有4公里 一路都是用红砖铺成的路线 作为引导 带你在九城区穿梭 造访16个美国历史的重要场址 这是波士顿美术馆 它是全美国最大的美术馆之一 它是在1876年7月4号 美国在建国100年的时候 对外开放的 之后它在1909年才签到现在的位置 它馆内收藏了将近45万件的艺术品 今天我在馆内 还碰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真巧 在波士顿旅游 它的交通工具也很方便 虽然它的地铁是最老的地铁系统 但是它的地铁车厢本身也算非常的干净 另外它还有公车、电车、港口渡轮、通勤的铁路 另外当然还有非常方便的Uber 还有Lift 用手机遥控几分钟车就到了 对我来说是旅游最佳的交通工具 在波士顿旅游的时候 我很容易一天就走到了两万步 尤其我住的地方 离纽伯里街和查尔斯河非常的近 纽伯里街是波士顿最好的购物街之一 它东段的一英里长的街道两旁 都是历史悠久的十九世纪石砖建筑 它开设了数以百计的商店和餐厅 有很多户外的餐厅座位 所以它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的一个热门目的地 而许多最高端的奢侈品店 也位于纽伯里街的末端 波士顿公园花园附近 如果说塞纳河是巴黎的灵魂 那么查尔斯河便是波士顿的灵魂 它的总长一共是42公里 它的主要的功能是提供市民娱乐休憩的场所 河流的北边有哈佛大学和马逊理工学院 河的南边就是波士顿 而连接它们之间的桥就叫做哈佛桥 过了哈佛桥 我就会沿着河滨大道走到朗费罗大桥 这座桥Longfellow Bridge 是在1906年8月3号开通的 也是以美国的诗人Longfellow来命名的 因为Longfellow在1845年写过一首有关该桥前身的诗 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桥Bridge 夕阳西下的时候 我喜欢在两座桥间散步一大圈 不仅可以运动欣赏夕阳的美景 而且还可以让自己的身心灵真正的放松 真的是一举数得呢 这次在波士顿除了美国食物之外 也试了各式各样的异国料理 尤其现在正值暑假 能够从早玩到晚 从早吃到晚 真是快乐无比 尤其吃美食不仅带给我味觉上的享受 也是精神上的一种满足 另外 与家人 与好朋友 一起共享美食 也是一个最简单 最直接 人与人之间联络感情的最佳方式 虽然目前的疫情 让我们没有办法那么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是相信一切总会过去的 只要现在吃得好 睡得好 身心调养得好 相信我们很快能够迎接 那份看似容易 但得知不义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都好好照顾自己和周边的人 与朋友们共勉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很小的频道 所以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 感谢您 我们下回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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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